我们一定要进入 我们在真理上成长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羊 那么神的羊呢 他听耶稣的声音 神的羊呢 对耶稣来牧养 那耶稣怎么来牧养我们呢 就是透过 他的话语来牧养我们 如同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 弟兄姐妹 我们属灵的生命 需要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啊 是我们属灵的食物 所以任何 弟兄姐妹 基督徒的成长 最重要的就是 在神的话语上成长 在真理上成长 所以教导 对教会来说 非常的重要 弟兄姐妹 神的儿女 神给了我们牧师 神在教会当中 设立牧师 牧者的这个职份 那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牧师要 卫养羊群 牧师用什么 卫养羊群呢 就是用神的话语 所以这个话语的 卫养啊 对教会来说 非常的重要 因为信徒需要在信心中被建造 在信心中成长 那么就需要 有非常全面的 正义解心的 神的话语 来喂养我们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得到造就 真正的被喂养和成长起来 阿们 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 属灵的生命强大 于我们所得到的喂养 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人遇到环境呢 考验呢 各种问题啊 危机啊 甚至是疾病呢 当面对这些时候的时候 什么来支撑他 什么来使他得胜 那是他的灵 他的灵会支撑他 他有一个强壮的灵力 会支撑人 扛过身体上的病痛 扛过身体上的病痛 和一切胜过一切的环境 因为人的灵呢 人兼顾人的信心 兼顾人的意志 所以弟兄姐妹 灵命的成长 灵命的成长 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重生呢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重生呢 神就给了我们一颗新的灵 这个新的灵呢 新的灵 它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这个在以西解书 我们来看一下 以西解书啊 以西解书的三十六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好 听起来我们看圣经 以西解书三十六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 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 看到没有 这是新心啊 一颗新的心 一颗新的灵 那我们 我们要知道 它这是预言 在旧约的时代 没有人有新心 有心灵 所以这是先知的预言 先知一系级的预言 预言的是 在基督里 一个重生的人 神赐给他一颗新心 赐给他一个新的灵 那这个新心和新的灵呢 它就是新造的人 哥尼多后十五章十七节说到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这个新造的人 指的是什么 这个新造的人 指的就是新的灵 新的灵呢 那么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天父的爱里面成长 是不是 当我们在传讲这个系列 天父的爱的系列 我们认识到天父对我们的爱 那么我们也必定会认识 我们真正的自己 不可能你认识天父的爱 你还觉得你是罪人 你有罪 你是罪人 那这样的人 他还不认识神的爱 不认识神的爱 所以认识神的爱 你就会知道 耶稣流血洗尽了你的罪 耶稣基督 为我们成为了赎罪记 显明神的爱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给我们创造一颗新星 一颗新的灵 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只有你是一个新的心 新造的人 你里面才会拥有神的爱 其他一些都是宗教 他的心没改变 他的灵没有重生 他就是宗教 弟兄姐妹 所以心改变了 是一颗新星 是不是 心灵放在我们里面 接下来说什么 26节说 接下来说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看到没有 这颗食心呢 被除掉了 什么叫食心 食心就是像石头一样 刚硬的心 像石头一样刚硬的心 死不悔改的心 是不是 石头又硬 你让石头软化过来 让石头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巴兰这样的人 就是一颗食心 假先知就是一颗食心 你再给他说好的话 他听不进去了 必须是用刀 对他说话 这些食心的人 贴食心上的人 你跟他讲 他是听不进去的 他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神 需要的是刀 用刀给他讲话 他才听得进去 所以像巴兰这样 结局就是死在道下 因为他是一颗食心 那么弟兄姐妹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已经把这颗食心呢 给我们除掉了 除掉的意思 就是给你挪开了 带走的 赐给我们肉心 肉心就是一颗柔软的心 一颗爱神的心 一颗谦卑的心 所以你听到神的话语 你很开心 很喜乐 你很接受 很顺服 很温柔 很谦卑 你的心中得安息 心中得平安 得喜乐 这就说明你是一颗肉心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听到神的话语 你就反对 你就抵挡 你就不信 那就说明一件事 你是一颗食心 两种心 一颗食心 一颗肉心 两种灵 一颗旧灵 一颗心灵 用不着你怎么说你自己 而是看你对神的话语 怎么领受 对神的爱怎么领受 对不起 当我们被重生了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的生命呢 那么圣灵就累住在我们里面了 从我们圣灵累住在我们的哪里面呢 就是累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面 那神给我们圣灵 圣灵累住在我们里面 他就把神的爱 天父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的里面 就有神的爱 在我们心里面了 阿们啊 你不用再祷告 神啊 求你爱我 神啊 求你把你的爱 浇灌在我身上 神啊 求你不要丢弃我 神啊 求你饶恕我 怜悯我这个罪 你这个如果还这样祷告 说明一件事 你的心还没有重生呢 你的灵还没重生呢 圣灵还没内住在你里面呢 神的爱还没浇灌在你里面 是不是 所以你在这祷告求啊 我们要看到 以西节 这是他的预言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二十六二十七节 是一个预言 是一个预言 今天我们活在基督里 你必须要知道 神已经把他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了 我们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听真理的道 听我们在基督里 已经是 已经有的道 这就是真理的道 当你听了以后 你就明白 你就被开启 你就知道你是谁 知道你有了 你就相信神爱我 宣告和承认神爱我 神的爱就在我里面 神的爱就充满我 神的爱就浇灌在我的身上 阿们 就如同你承认和宣告 因耶稣受鞭伤我得的医治 健康就在我里面 医治就属于我一样 阿们 所以这一颗新的灵 重生了 你就会产生的是相信 你相信神的爱 所以二十七节之下来说 我必将我的灵 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略 谨守真行我的典章 阿们 所以这是他预言心愿 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那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话 我们就必定 必定会顺从他的律略 接受他的建议 接受遵行他的典章 新约的律略 新约的典章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新约的律略和典章 就是神的爱 就是彼此相爱 就是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分享了天父的爱 接下来我们就要怎样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 彼此相爱的领域里面 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心了 新的生命了 新的心和新的生命 不是彼此定罪的 彼此论诞的 彼此攻击的 那个彼此定罪 论诞和攻击还不是新的心了 是不是 好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天父的爱的信息 继续的分享 那么我们要进入到 这个 神给我们的 在新约下的 关于爱的教导 这是神教导我们要爱 教的人要爱人 我们看这个 提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九节 好 贴撒罗尼加前书的 第四章九节 论道弟兄们相爱 不用人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 蒙了神的教训 叫你们彼此相爱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教训 就是教导的意思 也就是说 神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 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 有人就会问 陈牧师 那神不是公义的吗 神不义是审判的神吗 我们不能光讲爱 我们也讲公义 讲神的审判 你说的对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 他的对象是谁 我们是神的儿女啊 不是仇敌 不是假先知 对假先知要讲公义 讲审判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么对神的儿女 那就是教导的 耶稣教导的是彼此相爱啊 那你对神的儿女讲公义 应该讲什么公义 不是讲神审判的层面上的 而是讲公义 是一个礼物 神已经赏赐给我们了 是不是 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宏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 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各位弟兄姐妹 你在这里清楚的 看到一件事 宏恩和所赐之意 宏恩和所赐之意 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今天当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 我们是得着了神 赐给我们的 红恩和所赐之意 阿们 这是我们得救 每一个人之所以能够 得救的根本原因 神把这个宏恩赐给我们 把公义赐给我们 我们才能得救 你愿日是神赐给你的宏恩 愿日是神赐给你的公义 这个所赐之意 这个所赐之意 所赐之意 看到没有 赐就是礼物 原文的意思 它就是神的礼物 神的赐欲 所以神把这个礼物 赐欲给你了 什么礼物呢 就是宏恩和所赐之意 看到这个意了吗 意它圣经的原文 就是公义的意思 就是神的意 神的生命属性 神的性质 以前我们分享过 关于公义的定义 关于公义的定义 是不是 那今天我们不讲这个了 今天是关于神的爱的层面上 所以我要让地球姐妹认识到 这个公义啊 它是神的生命 是神的性质 是神的公义的属性的层面 它已经是一个礼物 神白白的赐给了我们 就是赐给我们这些相信的人 那你相信吗 你要是不相信 那 那就不是神的事 那是你自己的事 不是神不给你 神不爱你 神不赐给你 是你自己不接受啊 你不相信呢 你不接受啊 所以弟兄姐妹 你怨不得神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到的是 神已经 把红恩和所赐之意 给了我们 当你相信 弟兄姐妹 你就得着了神的红恩 神的公义 那我们得着了神的公义以后 我们神的儿女之间 都是公义的生命 正直的生命 阿们 所以 关于神的公义 对信的人来讲 那就是礼物 白白的赏赐给我们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喊阿们 好 相信的人 你就得着神赐给你的公义 这是个礼物 白白赏赐给你的 阿们吗 阿们你就喊 那么一个不信的人呢 或者是一个抵挡神的人呢 不信基督的人呢 那神的公义 对他就是审判 最终面对的就是神 公义的刑罚 公义的审判 所以对不信的人来说 公义是一个审判 神是凭着他的公义来审判 世界审判万民 你要把这个搞清楚 搞清楚你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你要清楚的知道 神的公义 我再说一遍 我再重复一遍 所以神的公义 对信的人来说 是礼物 白白的赏赐给我们 所以你的罪就被赦免了 耶稣基督担当你的罪 在基督里你成为神的义 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 那是神把这礼物 洪恩和所赐之意 白白白的赠与给你了 白白的赏赐给你 你相信的 你就接受了 你就得着了 阿们 阿们吗 你好好听到 把你的经历 关注在正确的时差 谁也影响不了你 好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是 神把公义当礼物 赐给相信 所以相信就得到这个礼物 那一个不信的人呢 那这就是一个审判 他不相信 他就是一个审判 最终面对的就是神 公义的心法 公义的审判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再继续的讲 对于一个已经重生的人呢 已经有一颗新心 新的灵 在我们里面的人 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已经把他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 爱浇灌在我们里面 所以基督徒应该怎样 你应该听的是 神对你的爱的道 所以保罗就讲到 帖撒弄一家 前说四章九节说 论道弟兄们相爱 不用人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 叫你们彼此相爱 是不是 所以今天在基督里面 我们接受的教导 一是神的爱 二是彼此相爱 因为我们是用这样的 神的话语 真理的道 来训练我们 教导我们 当我们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道里面 你才是活得是 最高境界的神秘 最高级别的神秘 阿们 阿们 好 接下来我们看 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好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找到没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秘密 来世 要来世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来 跟我一起说一下 彼此相爱 这是主耶稣给的新秘密 这个新秘密很明确 让我们要彼此相爱 是不是 所以当耶稣命令我们 叫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 这是新约的御列和典章 不是彼此相恨呢 可能你会说 陈牧师他说负面的话 他是定罪我 他论弹攻击我 那是他自己活在瑕疵当中 他自己的心 首先就被伤害了 被负面的东西 定罪论弹控告的东西 瑕疵了 他自己就活在了里面 他也是个可怜的人 知不知道 你还是要分得清楚 什么是假先知 什么是不明白真理的 弟兄姐妹 有些弟兄姐妹 他不明白真理 但他不是假先知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 当他说定罪的话 论弹负面攻击的话 其实他自己被魔鬼利用 不知道嘛 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真理 活在真理里面 彼此相爱 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秘密 叫我们彼此相爱 阿们 你看到他这个情况 你最起码 你最起码 你也不要 你牙还牙呗 是不是 你辱骂还辱骂呗 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爱就完全的律法 阿们 耶稣叫你彼此相爱 你旦爱不起来 你这起码 你别定罪攻击他 反攻击 他又不是假先知 真的是像巴兰这样的假先知吗 那你就不是定罪攻击他的事 你就警告警告他提前 是不是 给他机会回来 警告几次还不听 那就用权柄嘛 是不是 那就用权柄嘛 他是假先知 你跟他讲那么多干什么 我就问你 你就用权柄 奉一书的名捆绑 奉一书的名 是不是 把他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松立他的贼 那巴兰最终不就受到公义的审判 神给他一次又一次机会不听 最终不是受到公义的审判 死在倒下吗 假先知 你跟他讲那么多 他听不懂他 他不会听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他不是假先知 他这是被魔鬼蒙蔽的 被魔鬼利用的 他不明白真理 他自己也是活在瑕疵当中 他需要的是 你爱他 就算你不爱他 你也不用理他 不用定罪他 攻击他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 要彼此相爱 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 彼此相爱 那当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啊 这是新约的命令啊 神把这个爱给了我们了 阿们 神把这个爱给了我们 我们就有这个权柄 新命令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那么我们就是拥有这样的能力的 我们可以的 所以耶稣给了一条新命令 你看到没有 新约的命令 其实就是彼此相爱啊 阿们 就是神的命令 就是神的命令 这是耶稣的命令 他是非常清楚的呀 非常清楚的 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天父的爱 领受了神的爱 我们就会怎样 我们就会彼此相爱啊 彼此相爱是新约的命令 所以新约的命令 他是高过旧约的律法的 新约的命令是高过旧约的命令的 旧约的命令 只是在行为层面上 让你不可奸宁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等等 是不是 但新约的命令是彼此相爱 爱 爱才是最高的戒命 爱是最高的律法啦 爱完全的律法呀 完全的什么律法 完全的旧约的律法 罗马书十三章 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 看到没有 所以爱人 彼此相爱就完全的律法 完全的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 完全的意思 就是成全了 完成了 所以今天在新约之下 你要记住 你就爱人 你就祝福他 爱他 那就完全律法啦 不用提醒他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怎么怎么怎么的 如果还提醒他这些 说明一件事 他还是会这样做 对不对 你还是会这样做 还是会杀人 还是会奸淫 还是会偷盗 还是有贪心 所以他提醒 不可不得 心于之下 不再是这样 心于之下 是爱 爱就完全的律法 当你心中有爱人的话 你就不会恨他 当你心中爱他的话 你就不会偷他的东西 是不是 当你心里爱他的话 你更就不用会 骂他打他了 更不用会说杀他了 明白了吗 所以心中有爱 才是最重要的 那对仇敌 对假先知怎么办 对仇敌 对假先知 也要给他机会回改啊 也要给他机会回改 就像巴兰一样 神不给他七次八次的机会 回改吗 至少七次的机会嘛 是不是 给他七次的机会 是不是 让他回改 可是他最后他不回改 他就死在到亚拉罗 阿们 罗马书记二章四节讲到 还是你藐视他 丰富的恩慈 宽容忍耐 不晓得 他的恩慈 是给你悔改 是不是 神充满爱 充满恩典 但他给人机会悔改 但是这些 不晓得 他的恩慈的人 他不珍惜 神的恩慈 神给他悔改机会的人 他刚硬着心 不悔改 接下来 第五节说 罗马书二章第五节说 你既认着 你刚硬 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 继续愤怒 以致神 震怒 显他 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清除 神给这些 给这些人 给他机会 回改 给他恩典 给他恩慈 给他宽容 给他忍耐 宽容他 忍耐他 跟我说 恩慈 是不是 恩慈 宽容 忍耐 是不是 说 奉一苏的名 神给恩慈 宽容忍耐 这就是 悔改的机会 给悔改的机会 神给他 这个悔改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神是爱 如果神是爱 神自己都做不到 给这些人 恩慈 宽容忍耐的话 给他机会 悔改的话 怎么就要爱 所以你看到巴兰 神给他 一直宽容 给他忍耐 给他恩慈 提醒他 那最终他不听神的 还是听魔鬼的 听巴勒的 是不是 最终他死在刀下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 所以这里 神也给恩慈 宽容忍耐 可是人不悔改 第五节说 既认着刚硬 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他不悔改 他就为自己 积蓄愤怒 他说再多的话 定罪 愣弹 攻击 拦阻 搅扰 抵挡 他都是在为自己 积蓄愤怒 是不是 啥叫积蓄愤怒 积蓄愤怒 原文的意思 积蓄就是除尘的意思 就是一件一件的事 把他加起来 今天说了多少的负面定罪的话 把他加起来 明天又说了多少负面定罪的话 李党的话 加起来 一天天加 天天加 这叫积蓄啊 积蓄就是除尘啊 愤怒 就是审判啊 就是神的审判啊 所以当他积蓄愤怒 他到了一个时间点 神审判也是有原则的 必须要怎样 恶贯满淫 知不知道 必须要愤怒 积蓄到一个地步了 这个审判才来到的 不是说你说审判 有审判的 所以神的审判是有原则 要达到这个审判的标准 就是积蓄愤怒 已经恶贯满淫了 这个时候 积蓄到愤怒一个地步了 神的审判就来到 神的审判来到 以致神震怒 审判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是不是 震怒什么 震怒就是审判 这一下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机会了 公义的审判 看到没有 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这个公义审判啊 它是神的公义 公正的审判 他就没话说了 所以你看 巴兰死在刀下的时候 一句话也没得说 再也不说话了 前面说到那么多的话 是不是 都死的时候 你看一句话也没得说 你看密书记 二十二章 二十三章 二十四章 都巴兰死在刀下的时候 一句话也没得说 所以他为自己继续愤怒 到一个地步恶贯满盈 他不会给神公义的审判 公义的审判 路火领导的时候 他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 所以你不能说神不爱他 他面对这个公义的审判 你都不能说神败了 只能说他不接受神的爱 不接受神的恩典 不接受神给他忍耐宽容 悔改的机会呀 怎么能说神不爱他呢 神要不爱他 他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死了 巴兰第一次的时候 是不是 他接待这个巴兰的使臣 他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最终 你看到这些 他面对公义的审判 他都是咎由自取 都是自己搞的 他怨不得任何人 也怨不得神 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我们看到爱完全的律法 那么神给人机会 让人悔改 那都是神 爱的章节 爱的章节 但是神的爱 并不是说 没有底线 没有界限 当一个老好人 神不是老好人 只是有原则的 是不是 所以神一直爱人爱人 但是这个人一直不悔改 一直抵挡神 一直不信 最终他是为自己继续奋斗 最终就要面对神 公义的审判 公义的刑网 弟兄弟妹 最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 今天当我们心中有爱 我们充满神的爱 你是不会恨人的 你是不会做坏事的 你心中有神的爱 你是不会定罪论战 控告的 你定罪这个 论战这个 控告那个 真是说了一件事 你没有神的爱 知不知道 你有神的爱 你不会说这个 说那个 你有神的爱 你就祝福人 祝福弟兄姐妹 祝福神的儿女 你爱他 阿们 你就会祝福他 是不是 最起码 你不伤害他吧 所以下面说 像那 这个罗马书十三章 第九节说 像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贱命 都包在 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类了 周围的贱命那么多 总结起来 是不是 关于人的层面上 就是 爱人如己 一句话 关于神的层面上 就是尽心尽力 尽意 爱主 你的神 两句话 总结 但在新约之下 弟兄姐妹 就是彼此相爱呀 所以 第十节说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 爱就 完全的 律法 看到没有 宝贵的 弟兄姐妹 所以你爱 心中有神的爱 你最起码 你最低限度 你不会害人 我说过 当我明白真理以后 我就发现 像我们这样的 弟兄姐妹 我们这样神的儿女 我们的心是最好的 最好打造造的 我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任何想法 要害你 从来没有过 你说我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资格说我 是不是 所以听我们讲到的 弟兄姐妹 你明白真理了以后 你的心智 心智改换一新的 思想更新的 你在任何时候 你都不会想着去害人 你里面的人 害人的想法都没有 他别人说你 不好 说你不好 他哪有资格 没资格 凭什么说你 你看到这些 不明白真理的人 甚至是不信的人 他心里面的想法 都是不好的 都是害人你的 知不知道 真的人才最难打交道 他什么事都想着 怎么害你 怎么害你 怎么骗你 但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我们明白真理以后 我们里面有神的爱 我最低限度 限度 我能做到不加害于人 是不是 不管你是谁 无论你是富贵 贫穷 男女老少 我能做到最低限度 我能做到不害你 连害你的想法都没有 可是你看到 不明白真理的人 可不信的人 他自己心里面 想的都是不好的 想的都是坏的 都是害人的 他反过来 他还用他的心 来恒点理 认为你也是 整天想不好的 认为你做什么事 也都想着要害他 是不是 耶稣说 善人从他心里 做成的善 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 做成的恶 发出恶来 他自己心里面 是恶的 所以他想的 别人也是恶的 自己心里面 是负面的坏的 想的别人 也这么坏 可是你看到没有 如果你心中 有神的爱 你知道你是活在 神的爱里面 你连害人的想法 也没有 爱是不加爱于人的 阿们 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那你爱的最高境界 你就得祝福人嘛 最低你都不会害人 是不是 那最高呢 最高你就会祝福人嘛 中国说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有听众界面 听我说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是不是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呀 阿们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看到没有 阿们吗 爱是不加害于人 爱就完全的律法 阿们 爱是不加害于人 所以你活在爱里面 你连害人的想法都没有 你还会说别人的坏话吗 爱是不加害于人 也就是说 你里面没有不好的想法 你里面没有邪恶的想法 害人的想法 你连这个害人的想法都没有 比如说你身边你家 你边上有邻居 是不是 这个人 原文的意思 也可以说是邻居了 你边上有邻居 住在你边上 你跟他是邻居 但是你明白神的爱了 你明白真理了 你从来都会想着害他的 他家里的房子 家里的车子 家里的比如养的牛 养的羊 养的鸡呀啥的 种的蔬菜水果啥的 你都不会想着去偷他的 想着怎样害他 把他的东西侵占为己有 不会的 你不会想着占他的便宜 连便宜都会想占他的 也不会想着说他的负贫的话 坏的话 在背后论诞攻击他的 破坏他的民生的 因为你里面有爱 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你连害他的想法 你邻居啊 你连一点害他的想法都没有 对不对 那你心里面就是爱他 祝福他 你都会想他好 是不是 你想着他一家人健健康康 一家人幸福 你想着他早上开车 你想着他出去都平安 平安出去 平安回来 哪怕是他去年开的面包车 今年换上的宝马车 你也不会眼红和嫉妒他的 你会欣赏和祝福他的 你说太好了 日子越过越红过 是不是 去年他真的是家里种的西瓜 卖了五千块 今年种的西瓜卖了一万块 你只会欣赏和祝福 对不对 他家里的鸡啊牛羊 他家里所有的出产 所有的这些收益 你都会为他感恩啊 为他高兴啊 是不是 你不会嫉妒他 眼红他的 你会希望他好啊 他越来越好啊 明白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用这个作为比方 就是让你明白 什么叫爱是不嫁害于人 所以谁跟你在一起 他就舒服啊 谁作为你的邻居 他就是有福气的呀 世人他们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可是他能做到吗 他做不到吗 是不是 他处处防着你 防着你说明一件事 他心里不就是怕你害他吗 他防着你怕你害他 说明一件事 他自己心里不就是 他自己不就是这样的人吗 他心中没有爱吗 如果有爱的话 他用得着这么担心 害怕 干什么 哈哈哈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不对 所以你心中有爱 爱里没有惧怕 爱是不嫁害于人的 是不是 你对他 对这些邻居 他住在你家里 家邻居 住在你家边上 做你的邻居 他是最放心的了 阿们 所以他是最放心的 他最有安全的 最有安全感的 因为他知道你是信耶稣的 知道你是不会害他的 阿们 好这是 爱完全的律法 好我们要总结了 要总结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心意之下 我们领受神的爱 对不对 认识天父的爱 天父的爱是怎样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以后 阿们 然后我们就活在彼此相爱的教导当中 所以心灰的秘密是彼此相爱 爱是不嫁害于人的 爱完全的律法 当我们在心灰当中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不但完全的律法 弟兄姐妹 我们样样都好的 比如说 我们的心中会喜乐 因为你心中有爱呀 你心中肯定就有喜乐呀 阿们 我们心中有平安 为什么 因为你心中有爱呀 你肯定有平安啊 是不是 当你心中有喜乐 有平安 有神的爱 你就会喜乐 就会有平安 接下来你身体就会好啊 是不是 身体会健康啊 身体会强壮啊 为什么有些人生病 有些人身体软弱 有些人生病 有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没有行在爱中啊 他没有行在爱中啊 他里面没有爱呀 不接受爱 不相信爱呀 没有活在爱中 里面都是恨啊 都是负面的东西啊 都是定罪论诞 控告啊 苦毒的东西啊 这些苦毒的东西太多了 时间长了 身体就逐渐问题了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活在神的爱里面 看到没有 不但是完全的律法 不但是不加害于人 看 对我们自己也是样样都好 你心中会有喜乐 会有平安 阿们 你心中会有信心 会有力量 是不是 你身体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健康 你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你的邻居们 你的身边的亲人朋友们 他们都知道你不会害他的 只会爱他们的 他们就会放心 就对你有安全感 他们就会相信你 他们跟你打交道 心里就踏实 阿们吗 他们跟你打交道 跟你来往 他们心里就有平安 他们不会担心 你会定罪他 控告他 不会害怕他 不会惧怕 你会伤害他的 知不知道 当你心中有爱 你人际关系也好 你心中有爱 那你是不是样样都好吗 你接受神的爱 相信神的爱 活在神的爱里面 是不是 彼此的相爱 你是不是心中就喜乐 就平安 你是不是身体就健康 就强壮 你人的关系是不是也好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样样都好 是不是 是的 喊一下是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 要在新约之期啊 我们是天父所爱的 蒙慈爱的儿女 这就是我们要行在神的爱里面 这就是新约的命令 是至尊的律法 就是神的爱 就是行在爱里面 当我们行在爱里面 我们就是光明的子女 当我们行在爱里面 我们就是行在神给我们的祝福之中 行在神的祝福之中 我们就样样都好 听明白的弟兄姐妹 年寿的家人们 相信的家人们 喊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 阿们 阿里路亚 阿们 好 我们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祝福了美好的上午 祝福了主日的上午 你的话语是我们得到的极大的开启 让我们认识到今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是活的蒙福 我们行在爱里面 就是行在你的祝福里面 我们行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就完全的律法 我们行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就不会加害人 我们对人就是祝福 我们行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就样样都好 我们就样样都好 我们就活出你的荣耀 哈利路亚 活出你的尊贵 活出你的丰盛和祝福 天父谢谢你 你已经赐给了我们一颗新星 一颗新的灵 一颗肉心 我们这些孩子们 有这颗新星新的灵 我们就是渴望你的话语 在你的话语当中 得着未养得的够印 让我们都成长成熟起来 哈利路亚 谢谢天父爸爸 荣耀归给你 谢谢你 给我们的祷告 祝福所有的孩子们 祝福了我们这2023年 在你的爱里面 被散顾保护 带着我们进入 感谢你年 2024年 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成长 让我们在你爱里 蒙福得适 行在你的爱里面 行在你的祝福里面 行在你的荣耀里面 天父谢谢你 头地都是失败的 魔鬼都是失败的 奉耶稣的名 建策在地下 神的众儿女们 都是得胜的 奉耶稣的名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荣上加荣 谢谢天父 听我们的祷告 同心和一战恩 奉祝耶稣的生命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